而原本在5月就要举办的生命线第6届为妈妈歌唱生命线爱活动 演到了10月23号的下午在松原别馆举行 多位的民意代表也都到场之意 而理事长江耀诚表示 借由这一个活动来感谢母亲 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也带给所有妈妈们温暖与感动 由花林县生命线协会和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共同主办的为妈妈唱歌活动 集合了艺术家歌手 23号下午在松原别馆举办 协会理事长指出担任东海岸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时发起为妈妈唱首歌 如今接任生命线协会理事长 延续这项活动 并且在现场表扬伟大的母亲 是从东海岸开始到生命线 希望每年5月 第二个礼拜天我们生命线最重要的会人就是我们母亲 我希望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为我母亲 线上感谢为母亲唱一首歌 那今年的5月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delay了到今天 那我就像孩子一样呢 喜欢让她的拐杖当成僵丸 或者是坐着她的轮椅呢 跟妹妹比赛看起来滑得比较快 她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呢 我会帮忙拿菜 然后呢 有需要走路的话呢 我会生物的手臂放进她 她比如这样子 但是当我长大之后呢 我还知道呢 我从在这之中呢 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 首先呢 是要有爱心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也能够尊重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呢 并且开服他们的更深生活 花莲县生命线 目前有155位协谈志工 全天后轮番值班 引导无数个在电话笔端 无助寻找生命出入的民众 期盼有更多的生力军 能够加入拯救生命的行列 记者林杰 华联市采访报道